相信眼睛的朋友大家都會發現在今年呢 非常流行一個極尖的頭髮 那這樣的髮型呢在整理上面也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它可能會毛會翹 那我今天呢就要來教大家如何快速的用一些小撇步 好那我們首先呢先將頭髮稍微的分區 一大區分完之後呢我們用尖尾梳去架著 然後用梨子夾我們稍微在髮尾地方繞一個彎 那有一個訣竅一定要記得喔 我們可以把角度差不多提高 提高至差不多是90度的位置 那我們髮尾夾完之後呢 我們還要處理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頭頂區 稍微用梨子夾去夾一下髮根 接著用梨子夾本身的微溫呢 去撐一下髮根的位置 那我們剛使用完梨子夾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我們這樣子一個內彎的髮型就完成囉 那接下來呢用梨子夾夾出捲度啊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幾個區域 包含是耳前耳後區 抓著髮片之後呢 我們使用梨子夾在根部的地方 先做一個往上提拉的動作 接著再將梨子夾反過來 用往下往上提拉的動作 那到了頭頂的時候呢 記得一定要把髮片拉起來 拉到90度 然後去夾 夾一個內彎 然後一個反著的彎 那我們夾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使用比較有點黏性 或者是比較軟一點的這種蠟 留一下往上去按壓 你的頭髮才會變得比較蓬鬆喔 那不要以為就做這樣喔 接下來我要教大家用一些小技巧 然後編出一個很漂亮的短髮的髮型喔 那我們首先呢 將我們瀏海畫出來的線的這個位置呢 稍微分一小塊出來 我們將它分成小小的三把 接著呢 我們使用夾骨的方式去編這個頭髮 那記得喔 編的時候不要太緊喔 不要編到底喔 接著啊 我們使用橡皮筋 加上頭髮 去固定住 固定完之後呢 稍微微微的拉鬆一點點 讓這個辮子呢 看起來不會那麼的死板 那喜歡今天的造型 大家會喜歡喔 也好 在急火 there 其實女士啊 還說… 螞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你自己髮量適合的寬度 我大概呢 會選在比如說 從眼尾45度角這樣子斜上去的 這個角度 然後我會用這種尖尾梳 以鋸齒狀的方式 隨意剝一下我這個髮線 讓這個髮線呢 好像不要太平整 把剩下不需要的頭髮先夾起來 免得在我等等邊髮的時候 它跑上來搗亂 你就可以以三股邊的方式 把它分成三份 你就要順著自己的那個髮際線 劉海的髮際線往下邊 然後每邊一次收一點點頭髮 從下面收上來 然後你這個辮子 就會順著你的頭心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橡皮圈 把它收起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旁邊這個夾子收起來了 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留在旁邊 當然也有一種做法 就是把它收到後面去 你呢就可以選擇大概 45度角的方式 然後把頭髮往後收 先把它固定一下 把它夾起來 你就把它往後 拉一下 固定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呢你的這一撮頭髮 就會更像髮帶一樣 現在完成了髮型 但是你可能會覺得 這邊還有一點點毛躁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有小撇步 我會準備這樣子的小刷子 但如果你家裡頭 沒有類似的刷子 你用什麼腮紅刷啊 或者是水彩筆啊 甚至是烤肉刷子 我覺得小支一點點 你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把它噴一點造型品在上面 毛毛的 把它刷一刷 順著刷 它就會慢慢的服貼你的頭髮 如果你覺得這個弧形好像這邊 太貼了貼頭髮 你可以用手指輕微的這樣拉一拉 這樣是不是很可愛 給你們看一下側臉 我是活力小公主 今天要來教大家 就是像我現在是一個很俐落的短髮 然後但是短髮其實如果你平常 就是想要讓它有蓬鬆感呢 那我們先用這個spray來打底 首先你就是先抓內層 你想噴 這是第一層 然後再抓第二層 也是把它噴 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你拿起你的吹風機 然後你要想像自己是瑪莉蓮夢露 就是風就是從下面往上灌 對 就是你要讓你的頭髮 就是被強風吹過 然後你有感覺到了嗎 它立刻蓬鬆了起來 好 最後這個步驟呢 就是你上一點點髮蠟在你的頭髮表面 就不用太多 就在指尖上 然後你就這樣子 就製造一些層次這樣 裡面打好底以後 逆風瑪莉蓮夢露吹 最後木村拓在抓頭髮 這就是一個小小的tips 然後這邊就是 沒有整理過的清燙光面 這邊就是有整理過以後 就看起來會有一點點小小的 稍微的女人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